大学老师说 那些孩子多可爱 幼师回答 他们多顽皮你不知道 而且哄孩子睡觉多难 你就不一样 一上课都睡着了 去超市看到香蕉不错 就拿了一串 有根香蕉被挤得快要断掉了 收银员问 要不要换一串 闺蜜漫不经心地回答 不用换 马上就用了 男友老是喊热 我便给屁屁上画个太阳 沿着九天过后 男友哭 你放过我吧 就算是后裔来了 她也受不了啊 闺蜜总是怀疑 我是拿黄瓜来用的 拿来用的话 我觉得黄瓜还不如苦瓜呢 苦瓜是大颗粒的 闺蜜跟她男友出去开房 睡到一半 她男友泪眼婆娑地把她推醒说 我想妈妈了 想回家 跟我爸顶嘴斗嘴 我爸拿个保温杯的水药泼我 喝了一口 倒出去半杯 又接了半杯凉水 然后泼了我一脸哇 闺蜜给介绍了个男友 说各方面条件都挺好 就是有点小 问我能不能接受 这个骗子 她说的根本就不是年龄 闺蜜第一次去男友家吃饭 看她扶墙出来了问 你咋称臣这样了 嗯 她爸妈吃完饭就跑了 像我这种烧饼脸的适合什么发型 你这哪是烧饼脸啊 谁家烧饼座这么大 哥们儿去想念前女友 拨通电话后 前女友那边慌忙挂下电话 过了两个钟头 那边电话回过来了 不好意思 刚刚在生孩子 失眠了索性点了一份外卖 你这么晚还干外卖的工作 难道也是因为失眠 我是因为缺钱 朋友得了癌症 我决定说点话 宽慰她一下 没事 两年时间一晃眼就过去了 老婆问 相处是什么感觉 跟过年放鞭炮一样 那就是是很痛快了 就像过年时放的窜天猴 高兴就上天 不高兴就炸 第一次坐飞机 哥们色迷迷跟老婆说 咱也试试一日千里 傻瓜 飞机一分钟是飞不了一千里的 我要不要告诉我女友 我爸有三套别墅 几百万存折 千万不能说啊 说了他就成你后妈了 送外卖的小伙 拎了很多大闸蟹 站在门外 我说 你一定是弄错了 我并没有叫外卖 这是你的微信好友 让我拿给你看一眼的 他手机坏了 发不了朋友圈 哥们说 姓王的没有一个好人 是不是姓王的人欠你的钱不还 不是 你别猜了 因为我的老婆姓王 同学机械设计考试 没过于是找老师 马上要工作了 不能挂科 老师让他发个毒誓 以后坚决不从事机械行业工作 然后给他一个及格 军训时前对隔壁班姑娘一见钟情 就去表白了 姑娘说等军训结束后 让我去找她 两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 所有人都晒得有黑 我装作认不出表白是哪个姑娘了 父母有一个要求 不可以让男人到女儿房间 妈妈打电话问 你没有让男孩到你房间吗 没有 都是我到男孩房间的